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银河 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 也把以下的时间交投给神 愿神的灵亲自触摸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这15分钟里 得到主赐下的属天粮食 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 简单地介绍了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 说十字架是主耶稣道路的终点 神的计划 全人类得到救赎的福气 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 而最终成就了 我们也提到 基督徒要想得到重架的恩典 成为主的门徒 必须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的旧生命死在十字架上 新生命从十字架上开始迈步 下面我们就接着谈 基督徒当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 重生后迈出的第一步 是要走主耶稣走过的背十字架的路 主耶稣说过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舍己是什么意思呢 是要舍弃自己的老我 就是过去那个被世人看重的自我 我们以前被人称赞的人品啊 学问才能啊地位 如今呢都成了粪土 就像费利比书中说的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只有当我们这些新人的身上 再也看不见老我的影子 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造的人 这个新人的特点呢 就是圣经中说的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么十字架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 我的太太 她是我的十字架 我的儿子是我的十字架 还有人说呀 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 其实呢 是说这些人呢 是自己的负担和麻烦 但是十字架呢 显然不是指这些 和我们有矛盾有冲突的人 而是指的我们自己的 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想法 当我们自己的意志 和神的旨意抵触的时候呢 就形成了十字架 让我们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 我们成为新人之后呢 神就要求我们 凡事都要向上看 向上看的时候呢 我们的目光是竖着的直线 可能我们看得不够远 但是呢 至少还不会违背神的旨意 但是人的旧习惯呢 却引导我们向世界的这个平面去寻找 这个在世界上寻找的眼光呢 是一个平的横线 我们自己意志的横线 和神的旨意的竖线 当然就会打架交叉 这时候就形成了十字架 神要借着交叉点上的事物 让我们学习顺从和降服 这就是背十字架的功效 听说有不少的基督徒都很怕背十字架 把十字架呢 当成是难以忍受的苦难 实际上呢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他们不需要背十字架 一种是完全背逆神的人 他们所有的行为 都和神的旨意背道而驰 永远也找不到交叉点 另外一种呢 是处处都和神在同行的义人 比如说旧约里面的乙诺 他一生都行在神的旨意中 就不会和神有相抵触的交叉点 那我们一般的人呢 都难免会要碰到十字架 十字架的道路 是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 神他自己呢 也愿意分担我们的重担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 明白了十字架道路的意义 就可以帮助我们平安地走十字架之路 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曾经受审被人羞辱 受世界的逼迫 我们在跟从主做门徒的道路上 也会一再地受到世界的逼迫 世人把基督徒看作是 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子 早期的使徒呢 全都受到极其残酷的逼迫 有很多人都为主殉道 如今有些国家和地区呢 仍然以各种各样的罪名监禁 甚至是杀害基督徒 主耶稣自己在离世之前 曾经预先就告诉门徒说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已先 已经恨我了 因为你们不属世界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主耶稣他也安慰门徒们说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除了世界的逼迫之外呢 我们还会尝到自己人的远离 主耶稣 他是被自己的门徒出卖 彼得曾经又三次不认主 我们在做基督徒之前呢 可能会有不少的酒肉朋友 等到我们自己 想要过基督徒圣洁的生活时 这些旧日的朋友 不但不再是朋友 而且见了面 还会冷嘲热讽 有时候呢 自己家里的人 也会联手施加压力 逼迫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 有的传道人 在开始走侍奉道路的时候 甚至被自己家人赶出家门 就如同耶稣说过的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面对这样的逼迫 我们既不能够放弃自己的信仰 也不能够恨恶自己的亲人朋友 只有用爱心等候神的时间 为逼迫自己的人祷告 基督徒的生活 在生命道路上还会遇到破碎与压榨 主耶稣被卖的前夜 把饼和杯递给门徒 说是他自己的身体和血 我们都知道饼是用麦子做的 麦子被碾碎之后 变成面粉才能做成饼 杯子里的酒呢 是葡萄被压榨之后的产品 麦子如果不被碾碎成粉 就不能变成面粉或水做成饼 满足人的需要 葡萄变成美酒呢 同样要经过挤压榨成汁这个过程 基督徒的生命呢 也需要有这样一个破碎和压榨的过程 表示把自己原来的主权完全地交出去 由神来重新地造就和使用我们 那么基督徒肯破碎自己 也表示对主的爱纯真而且热烈 主耶稣被卖之前 有一个女人 她拿了一玉瓶贵重的香膏 打碎了瓶子 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犹大当时看了 就认为这太浪费了 可是耶稣却说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我们每一个人的玉瓶 就是我们的自我 里面的香膏呢 是我们得到的恩赐 有很多的人只会欣赏自我的才能 却舍不得为主的缘故 打破自我的玉瓶 让里面的香膏为主所用 实际上我们的才能本事 如果只关在自我的玉瓶里面 不肯用在主的身上 才是真正的浪费 基督徒有了破碎自我的经历 表示他已经能够遵行父神的旨意 进入了真正的侍奉 侍奉是信徒生活的重心 也是我们应当履行的责任 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 是把自己的主权 交出转移的实际表现 体现了我们对神的顺服 那基督徒的侍奉 从个人这方面看 是自己被造就的过程 从更广的意义上看呢 是一个建造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的过程 众信徒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在真道上一起成长 又运用各自的不同恩赐 彼此搭配 扬长臂短 产生了最好的效应 信徒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有喜乐也会有挫折 我们只有把眼目始终盯在耶稣身上 才能不以恭喜 不以过悲 跟着耶稣上山下海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我们最后呢 到了加利利海边 主耶稣在这里应许门徒 得人如得鱼 也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在他升天之前呢 还对门徒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我们从十字架下蒙恩得救 到背着十字架走耶稣的道路 受世界的逼迫 主动地破碎自己 最后在侍奉和传福音的道路上 为主所用 献上一生 才成为得到重价恩典的 真正的基督徒 亲爱的朋友 在这条道路上 你走到哪里了 慈悲的父神 有一天 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 面对你 我们多希望 能得到你的称赞说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现在正是我们 迈步跟从你的时候 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 在生命的三岔路口 我单单单仰望你 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祷告是奉靠 祝耶稣 他宝贵的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在节目的最后 云和谢谢你的收听 愿主的爱和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同在 使你立上加厉 扶上加福 我们空中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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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